學弟妹,然後線上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劉明睿,然後我是今年考上高一學士後期跟清大的後期一雙榜 然後這是我的高一筆試,然後口試的分數 然後清大筆試,口試跟書審 然後給那個學弟妹做參考 然後我今天會分享的東西呢 主要會按照我準備這個考試,我做了哪些事情 這是我第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上課跟老師聽課的模式的心得 然後再來是我設立的目標 然後再來是第四個我考試當下面對這場考試的心得 然後最後是面試的部分 這樣然後做五個部分來跟學弟妹做分享 好,那在準備這場考試啊 我覺得從英文來做介紹 那英文的話主要就是有單字文法 然後reading,閱測,然後作文這四個部分 那這四個部分我都是按照文中老師所給的東西去做演練 那單字的部分的話,我額外有再買一本GIE的單字 因為我從去年就知道英文單字他常常會考到GIE的單字 所以我就有額外去買一本 那如果學弟妹們需要的話 就是可以自己上博客來啊之類的 然後就是去上網購書 或者是可以上高原補習班 就是買文中老師出的書 然後做進一步加強單字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像今年的話 他的單字還出蠻多就是蠻難的單字 所以學弟妹如果需要的話 還是可以在這邊做加強 然後老師他有發那個15回的單字 然後不只15回還蠻厚的 對,那我個人的話就是一個禮拜會寫兩回的單字 就是當作練手感然後練練單字的感覺 然後他後面也會有發文法的單字練習 然後我也是配著練這樣 然後文法的話他上課的話 老師主要有上下兩本 那他在上課的時候前期就會帶蠻多文法的 還蠻清晰 然後而且容易懂 然後他上網一個章節之後 他就會講大量的考題幫你做分析 然後找出同學的弱點 那你可能不懂老師當下就會幫你做解析這樣 還蠻精準的 然後在閱測的部分的話 閱測的話老師有分上下本 然後還有一本就是托福IBT 這種高階閱讀課樓字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我是比較後期 可能在二三月過完年之後 我會開始就是開始寫這個閱測 然後算衝刺的部分 那閱讀的部分的話 額外還會讀老師介紹的APP 他上課會介紹一些APP 然後就是提供你額外的英文閱讀的管道 主要是那個新聞的部分 那就是可以增進你的語感 我覺得都還不錯 好然後再來就是作文的部分 那作文老師有上過主題 在今年都算命中這樣 那老師有上過的醫病關係啊 老人長照 然後無國界醫師 然後黑心食品 油肌食品這些 那像在今年就是直接命中 那我就是直接套入我的相關的 我背的語句 那我本身作文其實沒有很厲害啦 那我就只有拿個7.5分 那平常在寫模考 然後有給老師改 那老師也是改個6到8分左右 所以老師他評分的依據就很 就是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因為還蠻準的 對 然後文中老師在題庫版的話 他有上一本同意字的用法 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對 那他就整理很多 就包含到託福的單字到GIE的單字 幫你全部 就是同一個意思 幫你全部就繞在 呃 框在一起 那你就一起背 這樣可以幫你省很多力氣 老師很喜歡講這句話 省很多力氣 對 然後再來講生話的部分 那生話我覺得很有趣一點 就是老師他上課 有時候會還蠻激動的 那個說不出來 就上過課的話 會覺得 嗯 老師真的講得還蠻生動 然後 他的特色主要就是 呃 漁傳老師的特色主要就是 他會 呃 幫你整理一個 呃 一項 譬如說 阿法羅選 然後他就會 幫你寫很多細項 那整理出他一個個人的筆記 那 我個人是說 會豐富這個筆記 就是我在後面寫 譬如說 Nelliger的題庫 那 我會把 相關的題目 直接 整理在這個 譬如說 阿法羅選這一項 然後把它一項一項 這樣列出來 然後寫到旁邊 這樣 就算是一個個人的心得 跟老師的筆記 做一個 呃 相互揮應 然後 題庫的題目 我也會把它抄到旁邊 然後就是 再一次複習 做參考 這樣 那 老師他主要的話 就是 呃 整理圖表 然後 堆疊式 然後留下他個人的深刻筆記 那我覺得 這個筆記還蠻好用的 在未來複習的時候 呃 就是 常常去閱讀 常常去背誦 那 很快這個東西就是我的這樣 然後老師他 呃 在上課的時候 會有提供那個 出 他自己出的小考考卷 嗯 這個真的還 還蠻不錯 我到就是考前的話 也是一個月前 然後就是整份 一到二十七回 這樣全部就是 再run一遍 然後還有他 呃 魔考的考題 呃 四十五題乘以 三回 這樣 總共好多題 這樣 加起來 還蠻多題 然後就是每一題 我都有重新 把它讀出來 然後找出我當初錯 為什麼錯的來源 然後 進行定證 然後 順便找出老師當下 他有強調了三顆星兩顆星的圖 然後去搭配做複習 還蠻有效率的 然後 老師他有出一本 呃 叫做 深化的超想解 那裡面有很多 就是老師自己專有的解析 那我讀起來就是很有 老師生力情境的感覺 就是好像他在你的旁邊 然後 讀起來還蠻有感覺的 那 就是配著讀還不錯 然後 最後題庫班的話 老師會有一個 嗯 考古題 從106寫到110 然後是算深度解析 然後幫你抓出章節的部分 然後 幫你配回ABC DEF本 哪一本 哪一個範圍 這樣還蠻 嗯 專心 精 嗯 專心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還蠻精準的 對 然後 最後他題庫班的話 就是有一個 多重記憶 就是搭配土 就是代謝的部分 他會配合很多 多重的土 去做記憶 那我在考前的話 也就是 有幫了那個錄音檔 就是在上過一遍 那我覺得還蠻受用的 然後生物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的話 因為生物它真的是 範圍還蠻廣的 那我個人就是 有先去做考古 那我做考古的話 就是先做個 嗯 譬如說 以前比較難 從酒吧開始的題目 都是比較 嗯 比較多 比較難 然後我就做一做 發現自己 嗯 好像錯蠻多的 然後去做盯著 然後就可以發現 嗯 我好像在哪個部分 比較薄弱 那事後在上課的話 可以多聽黃標老師的內容 然後搭配他的筆記 去做加深的動作 然後 老師他的生物課本是六側 還蠻厚的 然後 都是全部彩色 讀起來還 還蠻好的 那就可以算是 讀 課外讀物那種感覺 然後像故事書 然後搭配他 精美的圖片跟圖表 還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黃標老師 他的手抄筆記 真的是還蠻精華 就是 可以看出他手繪的圖片 跟他的那些文字 可以看出一個老師的功力 嗯 那生物老師真的還蠻推的 再來是 物理的部分 那物理的話 我是上金站老師 那物理的部分呢 就是跟著老師 他在上課的時候 會先導正公式 然後就是會理解數學 我是會理解那個 他在推的時候 那個數學的運算 就是理解 但是我不會去熟練他 因為畢竟 是考物理 所以 數學的部分的話 是覺得還好 那如果是會用到 比較健身的危機分 我就盡量讀懂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基礎的 危機分的話 我會 多演練幾遍 譬如說 在電磁學 有在算那個電動式的話 那 這部分的話 會運到微積分 那我會 就是多多練習 老師他上課 是怎麼把 積分積出來的 我會在這裡做加強而已 那 如果他在 推導比較難的 什麼 球殼的 相關的 那個 就比較偏數學的部分 我 我就是理解而已 這樣 可以給學弟妹做參考 然後老師 他在體庫班 會有發一本 公式本 然後蠻多公式的 就是所有章節的公式都在裡面 然後就是直接 我就是直接把它背好 那如果你忘記公式的話 可以去做反閱 還蠻不錯的一個公式本 那老師他上課的話 他有 A 本到 F 本吧 那他會從由簡單到深度 這樣 就是包羅萬象的立體 對 那我在練這些立體的時候 因為物理的話 他 畢竟才是出全英文的 所以 我個人的話 會先勸出關鍵字說 這一體是屬於哪個範圍的 那你要馬上瞄準 他是相關立體的哪個部分 那 馬上做出連結之後 你首先會畫出一個簡單的圖 那有這個簡單的圖的話 你就可以譬如說 這是碰撞 那我就畫兩顆球 對 然後就是這樣互相撞完之後 嗯 好像就是在考這個公式 那我就會趕快把它帶進去 再來就是演算 對 那演算的部分的話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也會給你強調 嗯 在演算上面有什麼 數學的小技巧 對 那老師在這裡 也是有給你一個tips 對 還不錯 那在物理的部分的話 就是真的需要深度的練習 那老師給的題目本的話 那我都是有寫完的 那老師有一個很不錯的部分 就是他是有在線上社群 會很及時的回答 例如不會的話 就是把它拍照 把你的算式拍下來 然後把你的想法拍下來上傳 然後問老師 請教老師 這一題怎麼計算 我哪裡錯 他會幫你找出你的真結點 然後會 而且回答還蠻及時的 那就是會拍好 然後把那個公式直接寫給你 然後他的計算方法 然後還有他的解題過程 然後直接秀給你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嗯 就準備物理這一刻 會覺得很大的幫助 就是需要有一個人 就是在後面這樣推你 幫助你這樣 直接告訴你真結點是什麼 這還蠻不錯的 哦對 我是全面線上 就是我沒有上過任何面獸 我沒有看過老師實體的 我沒有看過老師本人 所以可以多多運用這個線上的部分 對 然後最後在我也有上那個物理老師的題庫班 那他會發還蠻多大量的練習題 那也是一樣是有深度的 那就是多做計算多練習 那他就是一個評估你的正確率的一個好方法 對那可以給學弟妹一個參考 就是說物理他很著重於就是你的答對率 因為我們不會就是說每題都可以答對 那我是控著沒寫的是三題 就是我看我的成績答案的話 是有三個問號 就是我控著沒寫三題 然後打了42題 那42題的話我總共錯了6題 對可以給學弟妹做參考 就是大概物理要抓在 你能達到33題到35題 有這樣的成功率的話 你這場考試就是成功了 然後我是在考前兩天會刷老師 有出一本精湛力階題 精湛力的考古題 那裡面就是收高一的所有的理解詳解 那我是在前兩天開始刷 然後還蠻有效果的 最後就是很有覺得自己 在面臨這場考試的時候 看到考題會馬上反應 然後馬上把數學算出來 對那推薦給學弟妹 然後化學老師的部分的話 我會覺得理合老師是真的還蠻勸勢口吻的 那還蠻接地氣的 會覺得哇怎麼會這麼 嗯 鄉土嗎 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覺得嗯 還蠻 就很像一個朋友 就是拍著你的臂膀 然後跟你說話的那種感覺 那他的立體的話 也是包羅萬象 那他可以就是涵蓋 大概從學測指考到我們後裔的化學範圍 對那還就是如果你能把立體刷個兩三遍 然後再去上考場 他會覺得還蠻有收穫 嗯 怎麼好像在哪裡看過 然後就可以馬上把式子寫下來 然後把數學算出來 對 然後再來就是老師他每次會有一回小考考卷 他就是一個算是你的自我演練 然後去做檢討 看你是哪一個癥結點不會 然後老師也會用那個LINE的社群PO他的詳解 那你就可以讀他的詳解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如果真的不懂的話 我們還有高原還有成立那個LINE的社群 你可以像把你的問題PO上去 會有同學或者是老師親自幫你做解答 還蠻不錯的 OK 然後最後是那個題庫 化學的題庫的話也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題庫本來會給你16回的酸轉學考 對 然後寫起來就是全英文 然後寫起來還是就是高一有時候會參考轉學考的題目 那如果你有做這16回的話 那會覺得在臨場上看到會類似乘相似的題目 做起來就會比較得心應手 這是以上我的上課模式的心得 那我個人覺得在面對這場考試的話 需要就是設定一些目標 那我設的目標就是在每次模考 因為我們知道模考有總共高原這邊有辦三次 那我的目標就是我每次要拿前十名 那可以給學地面參考 就是我拿的分別是第七名 第一名跟第十四名 那這個不代表什麼 那就是一個參考而已 就是檢視自己每個階段學習的結果 那面對這樣的結果你是不是滿意了 然後我會在模考之前複習該範圍的筆記至少兩遍 那我個人是用平板做筆記 那如果沒有用平板的 我可以滿推薦用平板的 因為它可以直接叫出你比較不熟的圖表 然後你就搜尋關鍵字 然後馬上就可以直擊你的筆記在哪邊 比較不會不需要翻來翻去 還找不到對還滿不錯的 然後最後就是在模考前的話 我會把相關的考古演練就是做了兩次 那就是當作一個基底 就是看到類似的題目就可以馬上把它拿下來 這樣就是你要設好一個目標 那這樣目標你達成之後 在未來就是面對正式的考試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緊張 就是我達成這樣目標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而不需要就是到考場的時候 還帶一整個行李箱 對那只要帶著你的平板 跟你的一些小筆記去那邊 然後告訴我自己是一個準備好的人 然後去面對這場考試就可以了 然後再講一下 我到達高一清大的當下考試的心得 那高一是先考 然後我到那邊就是 對,先說一下 就是考這場考試啊 因為就是現在都是讀著 那你可能就是金錢的部分需要比較充足 因為還滿貴的 對,那就是參考一下這樣 然後講一下高一的考試好了 那我們都知道 它的那個英文單字的話還滿難 然後在閱測的部分的話 我是錯兩題而已 那就是要歸功 就是你平常有多多練習做閱讀 然後累積你的實力 在英文方面的話 有著文中老師幫你加持 那你真的是可以無往不利 對,然後生物的部分的話 就是雙生的部分它是一起考嘛 那就是我個人的生物是錯四題 然後生化錯比較多 因為生化的話它漸漸在轉型 那可是漁傳老師也是可以大量的命中 生化考題 那就是搭配它的考卷跟它的筆記 對,還滿讚的 然後生物的話老師偶爾會講一些 諾貝爾講的考題 那在清大也是有直接命中 還滿神的 對啊 然後 要講一下清大的那個 它的 嗯 書神的話還滿麻煩的 因為我本身是 算三類畢業 因為清大它比較需要的是二類的執照 所以我在書神的方面 就是比較沒有競爭力 而且它在書神還需要自傳跟動機 總共要寫了三千多個字吧 還滿多的 對 那它的相關格是在它的官網都是有提供的 再來就是它還需要你的大學的歷年成績單去做評分 對 那如果你在這部分是 你在大學是一個比較混的人 可能就是在這裡分數會比較不高 然後還有一個指定的休息的課程表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推薦性 對 還滿麻煩 重點是它會在你正要快考試前一個月 做充施的時候要需要這一份被審資料 還滿麻煩的 對 好 然後再來最後講的是面試的部分 嗯 面試的部分的話 然後對我的那個其他的公費的面試也有去 像中心跟中山都有去 然後在這個面試的話 我個人都是公費它可能第一次考吧 就是面試給的分數都會落在80以上 對 對 那我的分數可以給大家參考 那高一的話 他分數可能評審老師就比較挑剔還是不知道怎麼了 那就可能比較不甜美 分數比較不甜美 就是學弟妹妹就是可能盡量要把你的 呃 中午的話會看一個劇 因為我知道需要面試 我就是會追劇 但我追劇比較不會是那種激烈 就是比較偏 譬如說台劇什麼生死界線緣啊 然後大愛也那種比較像醫生或者是醫療相關的題目 他可以在你面試的時候充實你一些相關的知識 對 那如果 可以順便 算是紓壓吧 對 那你讀那麼辛苦 中午的話 吃飯的時候我就會看一個小時的劇 對 那算 還蠻不錯的 然後最後就是立下一句話 就是 當你覺得沒有動力的時候 透過這句話去抵立你自我 然後會有一首歌 我會放一首歌 就是重複聽 然後那一首歌 還蠻觸動我的 那你就是常常重複聽去抵立自我 就是當你想要怠惰拿起手機 開始花三個小時以上的時候 你就拿這個語句給自己唸個幾遍 那你就會有動力 然後去做 開始去讀書這樣 好 那 就是你有這樣的自信心之後 在面對這場考試的話 就會有比較 呃 就會覺得比較順 對 那 希望就是在未來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設立一個目標 就是 期待可以站在這個講台上 呃 把自己的感言傳給學弟妹 這樣你就成功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未來當學弟妹哦 好的 謝謝大家